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李维仪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况 看到内地股市普遍上升 护心300指数中午收报4918点升3点 生命成份指数中午收报14827点升36点 上亿综合指数收报3627点升4点 港股方面 恒指半日收报23140点升37点 各企指数是半日收报8193点跌1点 大肆成交半日有652亿 你说值嘉宾有 阿罗 阿罗 你好 看到市场又缩回升幅 港股年代两天之后做到高开 不过没什么大力 在23000这个位置都先拉矩 靠腾讯撑市的时候 京东又拖着市场 转头都会详细再问你 继续市又差又闷 还有什么因素可以注意 其实都不止京东 京东固然跌得特别多 蓝策里面特别多 今天事实的焦点也是讲京东 但如果说整个科技股 全部都是向下的 腾讯因为突然间 分派股份 市场有短线利好的看法 令到它可以撑着市场 论恒指指数上面 一定是不乐观的 但是代不代表立即要马上穿底 是不是短期来说 反弹势头马上结束 这里也没有了 我们说整个2021年代 都这么说 你看市场 你看整个投资气氛上面 恒指没有任何指标性 指数弱 纯粹因为那些重磅固拖累的东西 腾讯撑着美团 阿里巴巴、京东那些跌下来 你可以说它们跌势 算定返回 技术反弹 也有机会带动市场做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只是分析行指 或者你现在来做指数部署 期货也好 期指也好等等 你未穿23,000 或者大约最后防线 22,900这些位置 还有机会技术反弹 但多少 平时就是说 0.382至0.618左右 大约是说23,300至0.366 但问题是说 弹到这些水平 那又怎样呢 如果你做超短线部署 是看技术反弹的 纯粹定好止洩位 你这样去拼搏 但如果你看整个市场气氛上面 是不是很差 又不是的 今天你说一些 整个2021年逆市 向来做好的板块上面 有些什么 好像那些火电股 比如之前说近期大塘发电 又炒一吃 你说很多新能源股份 好像农源电力那些 一样是在破顶 上去 这些叫什么 我们说的市宽 今天不算特别差 但你会发现 就是炒来炒去都是那些股份 仍然是那些 其实同样这段时间 还有些资源股 26005矿资源这些 一样是在逆市做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市 就是难炒 市宽阔了 但也不是一个很乐观 或者很适合大家 健康炒作的一个水平 短线来说 你刚刚说的一些很强势 或者刚刚我展示了几张图 那些升上来的股份 可以怎样 这些位置 你有货的便可以取消 你如果选择再炒下去的时候 这个过程 都是难搞 痛苦 做好 最多都是不断推高的指责位 这样去炒的 短线来说 市况上面 很难突然间有一个大幅好转的状况 比较关键的 比如看大市 这个可以参考指数的 你看到的关键位是去到下年1月 通常1月的行程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你通常在港股 如果能够有条件做好一点 都是1月份这些市况上面 有个显著反弹 衷敬全年业绩等等 但问题就是 能不能够1月将行指 这个浪低于浪的格局结束 这个就是关键 所以你说 如果你真的看好市况上面 我们说现在这些位置做部署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做好风险管理 定好止泄位 这样去拼 千万一穿底 就不要想着 这些水平不舍得止泄 那就两万日见了 到时候你指数 就可能输千多二千点左右 股份一两成 绝对有机会发生 所以这些位置 我们觉得 是不可以做部署的 但你做任何部署上 你都要做好风险管理 纯粹在注码 然后把股份的拼在注码 盐手指舍 去平衡风险在这里 短线现在全世界 都是在拼在技术反弹的 但是你的反弹势头 能够有多少 或者那种正在破坏的股份 可以多上升多少 见步行步 短线来说最重要 就是看下你拿着什么股份 还有什么想法 我们经常就是说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你没有什么肯定 就是后市有什么方向 仍然是以拿着一些研究为主 平时赚得多 很强势的股份 可以在高水平的时下降 那些低位 好像今天拿着京东那些 可以怎样 都是定下52周低位 好像248元 你做之前 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甚至你说 如果你还是很充货 想拿到这些钱 这些位置做减车 都不是一些坏的事后 是 阿努都分析了个市况 大家都可以参考策略了 刚才也提到京东和腾讯的焦点 之前其实腾讯都说了 会派中期息 但是当时市场反应 不是很大的 但是腾讯就宣布了 以实物分派的京东股份作为中期息 每21股就获发一股的京东 涉及一期4.6亿股 变相减持了京东 京东的股价都反映了 刚才最多是跌1乘1 半天都跌7% 虽然京东就说 跟腾讯将会继续保持 互惠共赢的商业合作关系 但是作为被选中的小孩 股价跌了 腾讯就有点反映 刚才最多反映半城 现在反映4% Arno 你怎样在腾讯这个动作 是不是对他这么有好处 至于京东都弱了一段时间 长远来说对他都挺大的打击 其实如果你在腾讯的角度上 我们在想 就是純粹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方向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 应该这么说 腾讯为什么要鼓京东 我们在说你炒任何股票 你都要有个feel 你都要知道 你大约是在估计发生什么事 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是你问我的feel 就是说今年2021年 内地说得最多是什么 共赋 很多政策说关于反垄断 共赋这件事就未必有关事 但是你说反垄断 就绝对有关事 其实你说腾讯为什么以前会持续京东 主要其实他们都放弃电商平台 选择用一个合股 持续他的股票的形式 从而在这个行业上分一杯勁 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 内地不喜欢垄断 或者甚至未来腾讯可能有个责任就是说 同样地要加入电商平台的竞争上 在腾讯的角度上 当然你的短线的升上来 除了有分派角度 因素去刺激股价之外 还有可能你说会想象中 是可以拓展更多新业务 可能会交大微信的电商平台上 可以有很多这些相关的升线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发展一个业务 特别这些新经济行业上面 你一发展一个新业务 你可以想到共通点就是 又要烧钱了 当真正要烧钱 业绩看到那些风险因素出来的时候 股价又会跌下去了 所以你说无论腾讯也好 今天升的腾讯也好 或者今天跌的京东也好 其实你问我的角度上面 本身这些股份我们都建议以减持为主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下年的营商环境 可能会更加自恶劣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收入增长会放缓 竞争激烈带来什么问题 就是会消钱 或者利润水平会收窄 所以腾讯你但分上来 只不过是这些位置减持会舒服 翻跌 之前这些位置破位没走 代表着这些什么 纯粹给你等到的技术反弹 但是腾讯第一方面之前在横行 有机会形成一个浪低于浪的格局 如果你升不到这些均线 可能去到270多元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再拆下去 你又会处于一个状态 哎呀我之前460多元没走到 我们今年见过很多这些情况 所以如果你有个feel 你相信公司下年的程序 纯粹营商环境会好一点 你当然持住 但问题就是你一看错 代价就是说400多元 所以你问我这一刻 我建议大家持多些现金为主 腾讯这些位置是选持比较舒服的 但是你又去到另一个层面 京东今天跌得比较多 因为被人减载 被人孤首 刚刚我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行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京东就算之前的基本因素 多好也好 这些市况跌下来 反映着什么 整个跌浪上面 第一方面 SW 中概股退市的风险 第二方面就是说 可能其实根本有春光鸭都猜到 就是说行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问题就是说 你要想明年京东的营商环境 是不是真的还这么乐观 其实你看业绩 今年也有增长放缓的情况 只不过之前的股价强势就是说 因为它比阿里巴巴放缓的势头 没那么明显 但问题是你看升势 你说上升季 现在什么都结束了 所以你还拿着的话 我们觉得 要么这些位置减车 舒服一点 不用今天250元以下减车 要么你选择换下去 就是用248元来做止烧位 你看到有没有多机会占针 品牌ening 你说連技术反弹 这个位置的260处 当 Sanders 中 pleas 你追着京东的话 或者你选择占针 不同一樣東西就是用今天的低位來做止蝕 如果一穿的話就要走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值得去買 我覺得不是的 我想短線來說 我想對於這些科技股 或者現在市場上面最風頭火勢的股份 內房也好 這些科網股也好 我都是覺得不移尖守著 我寧願它做了一個底部 我會有個想法就是 你上分300元買吧 會舒服很多 當然你說現在撕掉整個低位 但是問題就是 彈到這麼多上去 整個行業一定是有很多變化消息在那裡 你能不能夠貼上市 能夠貼上市 你一定會懂得入市 所以如果你現在盲目的角度就是 跌到250多元不應該走 那在市場上就很危險 暫時來說 所以京東的策略就是 沒有理由賣的 有貨的就248元來做止蝕 是 安努分析都很詳盡 這些科網股可以的都沒有尖守著 也謝謝安努你 和你申報剛才提到的股份有哪些持有的 也沒有持有的 這個環節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再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